土著团结党马张国会议员袁怀少不满行动党扒演国会议员林冠英 重提他三年前经营当局多印钞票 袁怀少竟然要求国会特议会对付林冠英 不过议长左哈里驳回了他的动议 左哈里回复袁怀少的信函中指出 林冠英所使用的措辞没有不当动机或误导国会 林冠英11号并论裁案时批评 袁怀少三年前在BFM电台中提出的直升机撒钱政策 林冠英认为这将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困境 所谓直升机撒钱政策是国家银行实施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政策 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以刺激消费及经济发展 袁怀少向议长办公室提成动议时投诉 林冠英动机不当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 不过林冠英之后回函否认指控 并反驳袁怀少在滥用议会程序 林冠英也表示他不是唯一批评袁怀少想法的人 据连财政部前秘书长莫浩莫斯里夫 也将这个建议描述为香蕉共和国的想法